小王花 你好啦 你好久不见了 我是小王광 还记得我吗 不记得啦 RPG 现在外面 突然之间降温了 然后现在外面在挂大风 还有点下雨 能听见吗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因为 所以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财儿的一个教程和一些心得 最近我一直在跟掏耳朵这件事情打交道 然后呢也跟一些专业人士学习了一下 回头又看了一下我以前略显羞耻的掏耳朵教程视频 我决定纠正一下自己的错误 然后做一期今天这样的视频 如果在我上一次发如何帮女友财儿 如何帮女友掏耳朵的那个视频教程的时候 你还没有女朋友 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这个我会说的更详细 然后 等等 我那个视频道现在有一年多快两年了吧 一年半 你还没有女朋友 这有你的 没有关系 但是学会这一首 掏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是你的女朋友 只要学会了这一首绝学 那你就不怕没有女朋友 和男朋友 那废话不多说 我相信到这个时候 大家已经非常激动了 快快快快一点 不要说那么多 赶紧教我赶紧教我 不要急不要急 都有都有 这一次呢 我们从这里开始 之前我有教过大家 在开始掏耳朵之前 要做的一些 安抚动作 要做的一些 安抚动作 比如怎么样 怎么样让被掏耳朵的人 静下心 放下防备 允许你的进入 对 这个是对被掏耳朵的人来说 那对于即将掏耳朵的你来说 其实也需要做一些准备 比如 你先准备一个具有 神奇催眠魔力的这么一个 怀表 然后开始催眠 相信自己 你能做到的 你不会把它弄出血的 你也不会把它弄破的 相信自己 手不要抖 几经几处 就结束了 相信自己 你是最棒的 你可以带给他人生中 最美妙的体验 经过这一次 关键的 关键的 操作之后 它将真正的 沉浮于 哇这个太羞耻了 就差不多 类似这样一个 然后 这样的话 在配合上 直接 那些爱譜动作 你们还记得吧 就是那个 不记得的可以看一下 之前那个 教程 经过 对别人的安抚 和对自我的催眠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真正的 下手了 首先 我们准备一个 这个叫 晕到的东西 因为一般我们身边都不会有晕到这样的东西嘛 对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用 如果 你有的话就 最好了 没有的话可以用水果刀 没有的话可以用水果刀代替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呢 脱出耳朵 轻轻地挂在外边这一圈 轻轻的挂层 我之前有做过 财尔的 做过好几期财尔的视频 有比较这种 侧重于 每一个道具声音的 比如这种 今天这个呢 我们比较侧重于 过程 和一些细节上的 所以我说话会比较多 如果只是想听声音 那可以看一下 之前的也有 先轻轻的 对着外面这里 先不要挤着进去 然后挂层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些 五口 我的猫有点烦躁 大概是因为我刚刚拿它 拾了拾手 我跟绑丁套了个耳朵 不要在意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们继续 对不起 我提下绑丁跟大家道歉 然后把这里面有时候是一些 类似于芝麻 绿豆泥 土豆泥 沙子 这样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形状的 把它从这里弄出来 这一步一定要轻一点 虽然外面没有像里面那么敏感 但是呢 它比较容易刮破 整个耳朵的部分都比较容易蹭破刮破的 所以手脚一定要紧紧的 还有耐心 再像这样有耐心的 好 结束了下一个 嗯 然后呢 我们把外部都紧紧的看清以后 紧紧的抚摸两下 然后呢 这样 我还能不能录了 几点了 我不想脱落 没问题 然后呢 我们要开始准备进入到里面 这时候呢 你需要一把木烧 没有木烧的话 可以用翻烧代替 叫做 稍等一下 我想想 我想想 我把棒顶关到哪里去 不是很想的话就忍一忍吧 准备把木烧 在门口 轻轻轻的 在门口 在门口 慢慢的往里摊 慢慢的往里摊 然后 沿着边上 由浅入身 仔细点 一点点进去 哦 忘了 这一部之前忘了 比较专业的来说呢 一般会有一个灯 呃 一般会有一个像 露哨一样形状的灯 然后 那个光束 可以直接达到嘴里面 能看到耳膜的部位 这样的耳朵里面有什么 都会看得比较清楚 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发出来 我是不会停止 我是不会中断的 然后 慢慢的 呃 但是呢 如果你有那个灯的话 就最好 没有的话用探照灯代替也可以 对 呃 用大光灯代替也可以 这个主要看个人 个人喜好 目的主要是看清楚里面 这样呢 不至于乱来 然后看看耳朵里面有没有一些虎钩啊 或者藏着一只小麻雀啊 角落里有没有金框啊 有的话不管是什么 把它先弄出来再讲 对 对 这一步呢 主要考验的是耐心 还没下暴雨了吗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等你慢慢的探到里面 如果背到耳朵的人说 说 按 通 你要听一听 静静的安抚摸一摸 轰一轰 忍一忍 一会儿就好了 等一下 等这一步过去 等一下会很舒服的 让 对 让对方心里先有一个 心里有梗蒂 然后呢 等这一步到干净之后 就不要在里面乱蹭了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步骤 这个现在只要是做清洁工作 干净了就可以了 这一步看净了之后呢 我们准备一个面签 往面签上 灯上生烟水 或者 点酒 没有的话 用帽子代替 然后轻轻地擦拭一下 它刚刚已经清理好的地方 擦一遍 不要在人里面留下一些 东西 都要弄干净 这边也是 好 这几步呢 一般是比较常规的 情节的步骤 为什么我说 现在有这一个视频的 套耳朵的流程 有别于之前呢 因为在里面加入了 享受的部分 套耳朵呢不仅仅是套耳朵 但也是一个让人非常放松 舒服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 刚刚的那几步呢 有外道内的清洁工作呢 就差不多了 如果是日常清洁的话 接下来你需要一个 嗯 那个叫什么玩意 就是一个 这个东西太专业了 是一个钢圈样子的东西 对 前面是一个圈 到里面 轻轻的打在耳朵上 轻轻的一下一下的 挂衬在耳朵上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用钢丝球代替 钢丝球里的钢丝代替 挂衬一下 据我所知 这一波 有很多人 就喜欢的 会非常喜欢 然后觉得不舒服的 就觉得太刺激了 但其实呢 它主要是提到一个 制造 就是制氧过程 不是制氧 制造的制 但是 这是一个制氧的步骤 有了这一步骤 被你倒耳朵的人 会觉得 耳朵里面痒痒的 挂针一下 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 制造氧的一个道具 就是马维斯 对 就是你们经常推荐的 用头发打到里面耳朵的声音 这个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 制造耳朵里痒痒的感觉的 一个东西 如果你手边没有这样的马维斯的话 然后有 呃 又很不喷嚼 你有没有头发 然后同时 你有没有眼毛的话 呵呵 可以用猫咪的胡须代替 我们继续 像这样 对 这两个道具呢 做完之后 在你手下躺着的这一位 我觉得 耳朵里好痒啊 然后这时候我就会很希望 有什么东西可以进来 进来就是 好好的 不行不能那样讲 那样讲太 但那个就是 嗯 好好的帮它制止痒 这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止痒的步骤了 止痒的第一步 先用最软的 合毛棒 这是止痒的道具里面 最柔软的一个 那这时候要注意一点 每个人的耳朵的耳道 耳道的宽度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耳道非常非常窄 也有的很宽 一眼就能看到 看到耳末 对于耳道非常非常窄的人呢 要选 要选 头小一点的这种 恶毛棒 对于耳道非常非常大的人呢 要选择 像这种 头 像这种头大一点的恶毛棒 当然 现在手上的这个没有那么小 没有那么大 先用这种 好 手法上呢是这样的 先稳稳的拿出后面 然后从外面 用一个比较均匀的频率 比如做三圈 右三圈 左三圈 右三圈 这样 如果一会快一会慢的话 就给人感觉心里很不安稳 要一个比较有稳 然后 有节奏的频率 慢慢的从外面 到里面 到里面停下 停两下 然后再慢慢的 转出来 来回来个节奖 然后 接下来呢 换成 相比之下 硬一点的 这个 这个 鸡毛棒 这个呢 就不是所有人都 耐受得了的 一般来说是 嗯 要么就是 嗯 里面皮质比较厚 或者是 嗯 经常 对 经常从事这一项 就经常在耳 然后已经锻炼出来了 对 有比较多是这样的 接受得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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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 这边的颜色 然後呢,我們拿一個合胖胖放在耳朵裡 不能是最外面,也不能聽到最最裡面 放在當中一點的位置 然後拿一個銀叉,在自己的腦袋上狠狠地敲一下 為什麼不拿那個銀叉配的小夢吹敲呢? 因為你只有一隻手,拿一個銀叉,往自己的腦袋上狠狠地敲一下 為什麼我沒有用銀叉呢? 因為我沒找到我銀叉在那,我剛剛吵了一會兒 他可能出去玩了 好,再來敲一下,拿起銀叉,對著腦門 將它靠在這個上面,然後震動,震動,震動 第三下的時候呢,帶著震動 將這個從裡面慢慢地拔出來 到這裡做完呢,應該 呃,我們有了清潔,有了製造癢癢,然後再幫人製癢的過程 都有了,最後呢,再拿棉花棒,把整個裡面擦一遍 一定要記住,就是一個合格的,一次合格的套耳朵 最後裡面一定不要流動任何東西 這對健康,這對後面有可能發炎啊,或者治療都不是很好 特別是耳朵裡面本來就有發炎的人 一定要把,隨學生們全都處理完 處理乾淨之後呢,才可以算一次,剛剛及格的菜兒 為什麼說剛剛及格呢,因為 因為,因為實際上有蠻多高級的東西 呃,我沒法用專用術語表達出來,所以跟大家講個大概吧 還有一些,比如說裡面有眼睛啊,要上藥啊 對,可以,沒有藥的話,可以用蠻修雷頓薄荷膏代替啊 這有點過分了,這你們會當真 好了 嗯,就我開始到現在,我覺得我已經把整個過程講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對,都是胡說的,千萬不要聽我的,一句都不要聽 我說話跟你們講,真的是胡說的 嗯,我是有每天都在看他們菜兒 然後,也了解到一些手法上的東西 但是畢竟我還不是專業的 所以,所以我是真的胡說的 嗯,跟大家聊聊最近為什麼視頻更新的那麼慢 嗯,因為剛開店,沒幾天 然後一開始呢,呃,我自己做店裡的前台 然後,我現在是自己小店裡的前台,前大小阿姨 嗯,然後,有時候還是送飯的 嗯,因為一開始自己開的店,希望,我覺得在前台比較容易跟直觀的 嗯,看到客戶的一些需求啊,情況啊,店裡面的一些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然後,等,嗯,經營模式穩定下來之後,再去找人 嗯,是的,絕對不是因為我窮,找不起店的 然後,嗯,那個,因為我的店每天是開到十二點半 然後,等我到家,店裡忙完,收拾完,然後把門鎖了 在開車到家的時候,基本上都已經一點多了 嗯,有時候兩點鐘左右到家,但是第二點早上又要最早一個過去開門 所以,嗯,有好幾次我本來想到家的時候 比如說,一點鐘到家,然後三點鐘之前錄完視頻 嗯,但事實上好像,嗯,剛剛開始每天這樣忙起來,還沒有辦法 就是,那麼快的,換過來,調整過來 所以,好幾次都是到家,累的 就,簡簡單單的,洗個澡,然後,臉都晃了菜,就睡覺了 嗯,嗯,不過呢,我是有希望,慢慢的穩定下來之後 嗯,還是要保持,就是,這邊的視頻更新 所以,最近這段時間的脱根,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嗯,然後呢,我準備,嗯,做一期,我看一下,如果你們說,就是,感興趣的話 我準備做一期,像這樣的聽語 然後,小聲的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小臉 然後,還有噴到的一些,到目前為止,噴到的一些,比較好玩的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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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們並不感興趣,對吧 就你們只要直升級,我其實心裡有點畢數的,只有幾少數人,願意聽這些 大部分人,都是沒有乾淨的直升級機器,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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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ven,嗯,。 然後在B站到現在已經有快馬上就要進入第四個年頭了吧 還是已經有第四個年頭了 前兩天店裡面來了一個小夥伴 以前在我直播間的就說 說第一次看我直播上傳的時候 那時候剛進大學 然後現在自己準備找實習工作了 已經找好了準備實習了 我都開店了 然後有時候想想這一路過來 說我們大家都很熟吧 其實都是隔著屏幕 大家跟人之間有時候就很玄學 算了我還是不太適合講這種煽情的東西 而且現在已經錄了快三十分鐘了 真的能聽到這裡的人應該沒有幾個 然後呢這一期是我最近話最多的一期視頻 不要再催我聽雨了 我鼻鼻倒倒了三十分鐘了 不過如果你們要的話 我下一期還可以鼻鼻倒倒一下 我最近在忙的這些東西 現在呢已經剛開始開業沒幾天了 剛開始開業今天是第四天 希望後面會越來越好 我調整過來以後呢 也能給大家帶來更多 就是更有意思的 催眠視頻 是更有意思的催眠視頻 好了好了睡覺了 我也準備睡覺了 今天晚上我逛工了 好啦 我是你的小黃瓜 哪怕我脫更了幾件視頻 但請記住 永遠有小黃瓜 陪伴你 睡覺 晚安 下半夜 下半夜